以原住民主的文化特性来对学生实施一个民主的知识教育 金融市议员陈明健在议场咨询金融市政府官员有关原住民教育等议题 一旁的口译老师立即以阿美族语进行翻译 这是陈明健的创举 希望借此让原住民同胞也能透过线上直播 关心了解金融市政 今天我们带一个口译来我们的议会殿堂 不非就是 因为我们的原住民主义已经列入为国家的议员 所以我也有义务为我们的主义来做这样的一个推行 所以今天来同步来翻译我们的阿美族语 陈明健也提出 金融市金融卡应该比照双倍 将原民长者适用年龄调降到年满55岁即可 在我们金融市的金融卡的年龄都一直都规定是在65岁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老人的一个定义 甚至在老人福利法里面我们常常都已经认同老人就是一般的65岁 原住民55岁包括我现在算是也是老人的老人 可以参考我们台北市政府对他们金融卡的申办 把原住民的岁数提降下修到55岁的原住民 对此谢国梁回应表示认同也承诺将朝这个方向推动 金融卡的申办是市民是一般是65岁 但是原住民的部分是55岁 是不是 然后北北桃都是这样 唯有基隆市没有 那我想看看 想请问一下议员 这个55岁跟65岁的原住民的 目前的人数大概是有多少 大概1200亿 3支无过 胡诚客 120亿 这样衍生的费用会多多少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比照才对 我觉得应该是要跟 因为我们现在基北北桃 大家慢慢生活圈一致 各方面应该是要一致的 好不好 我们是往跟北北桃 都是一样把金融卡 原住民的身份把它降到 55岁 另外陈明健也关心原住民专班 及全民原教推动情形 希望有效延续原住民文化 并减少歧视情况发生 陈明健同时提出 龙洲塞副办 以及原住民文化金锋站 接驳等问题 更提到最近很夯的台剧 八尺门的辩护人 正式在基隆原住民社区 海滨国宅取景 呼吁基隆市政府把握机会 发展当地观光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基隆报道